本今年因为舍弃毛利较低的基上和产品 再加上云端服务产品递延了半年才推出 因此累计前三季的营收是156亿元 EPS1.32不如去年表现 那么明年郑文认为 他们要全力冲刺第四代行动通讯 还有云端服务的产品 预估营收可以出现爆发性的